哈囉,你好,我是Jimmy 歡迎來到Jimmy畫畫 分享我的探筆畫 在這個全新的頻道裡面 我會跟大家分享 我平時是如何使用探筆 從一張空白的畫紙 畫到像這樣子的人物肖像 那在這個全新頻道的第一支影片 當然要畫一些具有指標性 紀念性的人物 不曉得各位都看過復仇者聯盟寺了嗎? 今天要跟你分享的就是 由小勞伯道尼所飾演的鋼鐵人 在畫人物肖像的時候 我必須盡可能的去捕捉 這個人物的神情、神韻 和一些臉部較具有個人特色的地方 像小勞伯道尼的鼻子 就是我認為蠻有個人特色的 他的鼻樑很挺 鼻頭有點翹 那從側面看會形成一種 有點玩事不公 看起來壞壞的線條 好,那大致介紹到這邊 接下來就是我的繪畫過程囉 到底是誰 和有很多靠近在一起 就要遷就了嗎? 我們進去同個某個人 我會去捕捉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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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